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6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我是十一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花莲县政府连续4年所举办的 花莲太平洋温泉祭 尽管今年的温泉祭活动在11月26号就已经结束 不过花莲的温泉专车仍然是延长到12月10号 那么为了拓展温泉观光产值 花莲县政府是首次举办了花莲好汤瓶建 而总共有12家的花莲温泉标章旅宿业者得奖 花莲瑞瑟英雄泉安通美人汤是县内两大温泉品牌 更是具有百年历史的温泉区 每年入秋吸引大批人朝前来住宿泡温泉 为吸引更多游客到花莲中南区观光旅游 县府举办首届的花莲好汤瓶建活动 16家温泉标章旅宿业者报名 7个奖项共选出12家业者 由县奖亲自颁售木桶造型奖座以资肯定 业者也分享得奖心得勉励彼此 我安通温泉饭店在明年即将迈入第50周年了 那一个温泉旅馆能够有50周年的经营 这样长的一个经营时间真的压力很重 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事业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评鉴 然后大家能够继续做成长 而且把这个事业能够有续经营 天气越来越冷了 那这样也是一个泡汤的一个季节 可是因为都受到天气的一个影响 虽然说有时候夏天泡汤会比较的不受欢迎 但是在夏天泡温泉真的是会是很健康的一个活动 因为它可以快速的流汗 那其实这样业者 其实这样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评鉴方式 能够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唯独创新 有不一样的服务品质或者是设备 然后才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泡温泉 那不论天气好坏 不论天气热冷 其实这样泡温泉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 第一个我们的泉职 还有我们的设施设备 其实蛮齐全的 那这个温泉虽然有20多年 可是一开始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就设计的比较详尽 就是不管有个人的汤屋 还有团体的大洞池 以及我们有冷泉 游泳池系水池滑水道这些设施设备 那对客人的选择而言 他其实不管是室内的 没有穿泳装泳帽的或者是户外的 这些需要各种放松理疗的这种全职 SPA的这种设计我们都有 所以给客人更友善的使用空间跟选项 去年的温泉专车 大概是在1500多人左右 那今年我们持续的在加码 二日游的这个游程 所以今年大概有到2500个游客的人次 得奖的12家温泉业者 不论在个人或大众池 以及设施环境等 均获得专业评审肯定 省府观光处表示 华联太平洋温泉季 或交通部观光署列名为 2024至2025台湾观光双年例的 国际级活动 加平不断的华联温专车 今年更加码延长至12月10日 至今报名人数已超过2200人次 其实明年太平洋温泉季第五年 能带给民众更耳目一新的体验 记者讲汪烟 华联士报导